各位U-Car的網友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一年四季如下的屏東大鵬灣國際賽車場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因為今天馬索拉利亞總代理 台灣蒙蒂拿在這裡辦了2018年的Track Day 也就是他們賽道日 所以他們擺上了所有2019年式的新車 還有一台Gran Turismo的MC跟Gran Turismo Sport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要來試駕的重點 我們今天要來試駕的是Lavante Trophyo 為什麼要來試Lavante Trophyo呢 因為其實雖然我上次在美國有試駕Lavante Trophyo 但是因為在美國那時候應該在原石灘車展 所以他們並沒有舉辦在賽道上試駕 所以這一次呢 剛好有機會我們可以在屏東大鵬灣國際賽車場 試駕到Lavante Trophyo 補上那個Cosa Mode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我們的試駕活動其實已經結束了 剛剛我們在上面也試了兩圈用 先用Sport Mode接下來用Cosa Mode 其實我覺得在一般的Sport Mode模式下 其實Lavante Trophyo已經有非常非常好的性能 因為其實它的不管是轉向 包括它的換檔 整個動力輸出表現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 剛剛接下Cosa Mode之後呢 其實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換檔反應真的變得非常非常快 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你在進出彎的時候 因為它的動力輸出變大 循跡系統介入的模式比較晚 所以在有幾個彎道進出的時候 你必須要更謹慎 更小心你的油門踩踏 包括在煞車上面 因為它的後面是會有一點點的 我們講的是蠢蠢欲動的感覺 那個蠢蠢欲動的感覺是會讓你 提早或者是延後讓你進彎或出彎 你想要做比較特別的動作 它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說這一次 因為每一輛車上面都有一個 Trotter就是他們的教練 那它有一些限制 它包括它為了保護這輛車 因為這輛車接下來還有 今天下午還有明天 都有他們的Track Day 所以它其實有點保護這輛車的動力輸出 不過你還是會感覺得到 在Cosa Mode跟Sport Mode之前的Levante 非常的特別 至於你說它在動力輸出表現上呢 因為動力輸出其實我們在之前 在美國或是哪裡其實都已經體驗過了 那在屏東大鵬灣如果在 像剛剛是有教練在限制的狀況之下 大直線我們衝刺到180公里左右 其實已經相當快了 因為大概一般的跑車或超跑 大概就是200到211 能夠在大直線衝到達發其實已經非常出色 今天能夠補上這個Cosa Mode 其實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Levante Trophyo 最主要的靈魂就是那個Cosa Mode 賽道模式 因為它真的就是 以目前來說 全世界第二款Super SUV 也是唯一可以跟上烏魯士的一個選擇 剛剛我們開完Levante Trophyo之後 我開的是SQ4 其實兩輛車的 在底盤跟動態反應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 一旦入彎一旦出彎 你就發現SQ4是完完全全跟不上Trophyo 那它的聲音其實也沒有像Trophyo那麼飽滿 不過其實我覺得SQ4其實已經非常棒了 只是 只是Trophyo實在是太飽了 它那個動態反應其實是 更勝於其他的Levante 或者是甚至我認為它在跟Ghibli 或者在跟Grand Turismo相比 我認為Levante Trophyo 我一點也都不會輸給他們